打 打 打 好 谢谢你们再见 注意两遍船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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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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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国海军特战队和海盗战斗的真实拍摄现场 2010年12月23日 包括我国商船在内的19艘中外商船编队 在穿越索马里和也门之间的亚丁湾海域时 处在最后面的中国商船北欧阿波罗号 发现他们后面有大量的海盗 正朝他们凶猛地扑来 海盗们就像一群责任而逝的猛兽 庞大的船队就像一只带载的高牙 不过幸运的是 附近便有一支中国海军舰队徐州舰护航 徐州舰在收到双商船舰队的求救信号后 迅速赶往海盗出没地点 徐州舰先是发射了两枚信号弹和四枚震报弹 对于附近出没的海盗进行无力警告 然而嚣张的海盗凭借快艇的灵活性 并没有将徐州舰的警告当回事 反而报复性的要率先抢夺船队最后面的中国级商船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海盗快艇已经迅速到达中国商船附近 做出了要强行登上商船抢夺的架势 眼看场面已经无法控制 徐州舰的海军战士直接使用机枪 对着商船附近的海盗快艇射击 虽然海盗船被我国徐州舰击退 但是海盗们并没有放弃这次抢夺 直接躲入徐州舰射击盲区 打算一举拿下这艘商船 徐州舰立马全速前进 寻找打击海盗舰艇的最佳位置 并且联系商船上的船长 将船体往左偏移 让海盗暴露在徐州舰的打击范围之内 果然不意会海盗快艇再一次出现在 徐州舰的打击范围内 徐州舰指挥员果断下令 仗机枪手和炮手 对海面上的海盗快艇进行打击 从画面中明显可以看出 海盗快艇只能凭借灵活性 不断地左右闪避 躲避我国海军的武力打击 在徐州舰的密集火力下 海盗船不得已只能放弃这次抢夺 随即决定朝着商船编队后方逃窜 这时候徐州舰并没有打算就这么放过海盗 于是全力继续追击 与此同时徐州舰上的舰载直升飞机 也来到海盗船的上面 朝着海盗快艇前方猛烈发射阻弹 试图堵住海盗逃窜的方向 此时的海盗船已经慌不择路 为了逃走只能将船上的武器和油桶等重物 全部抛到大海里 徐州舰则一直乘胜追击 不断喊话海盗船立马投降 这时候海盗们似乎也意识到 已经无法逃出我国海军的追捕范围 于是只能乖乖地缴械投降 海盗船停在海面上 不敢有丝毫的轻举妄动 随后在徐州舰的掩护下 19艘中外商船编队慢慢地 使出危险海域 这时候徐州舰才继续行动 将海盗驱离出这片海域 这次护航中 徐州舰以雷霆之势击退了海盗数次攻击 保护了商船的安全 至于为什么没有将海盗们 全部抓捕或者击毙 相信评论区一定有神评论